我們今天來看就是106題 樂肉彩的中獎 這個中獎機率的算這個統計 那首先的話這個106題 請各位一樣把這個題目打開來 第一類裡面基本上就是學會 這個第一類學會這些東西 基本函數跟格式設定的能力 所以基本上你把第一類學完 大概會至少會有這些能力 那前面我們有做過幾個比較重要的 像是這個什麼 這個好像用到 然後什麼走勢圖這些 還有這些字的大小 我想這比較簡單一些些 還有就是說那個 包含就是說那個什麼函數的應用 基本函數的應用 今天會用到這個數學函數跟統計函數 然後做什麼呢 做一個統計 題目的話稍微來看一下 就是106題 所以你們往下捲動 大概106是這一題 OK 這一題的題目叫做 樂透彩的重獎機率統計 那也就是說 這些資料是在網路上面可以找得到 91年跟92年 那我們從網路上抓下來之後的話 把它稍微做一個整理 這個有點像現在流行的那個大數據 91年 92年 那91年的開獎 總共會有6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每一期都會有一個6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那這裡的話總共從第一期 這個是99年的第一期到99年的99期 每一次都是一樣都會有7個號碼 6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那我要統計什麼呢 統計就是說 99年 91年 這個1號出現的機率多少 91年 有沒有 這感覺很像數學的那個題目 不過其實這個地方 如果你會用那個eSale裡面的函數 基本上 你數學不好沒關係 eSale好就好了 因為eSale會幫你算出結果 那我們來看一下 做完的結果類似像這樣子 這個做好了 比如說第一個 我希望1號知道 1號出現的其餘是萬分之245 2號是1萬次裡面出現188次 意思類推 總共的話呢 因為這個樂透彩號碼總共有幾號呢 42號 不知道哥們有沒有買樂透彩 總共1到42號裡面 哪一個出現的機率最高 91年 92年我們要去算 算完之後把它加起來 最後做一個排名 我希望看到的結果就是前3名 把它顯示成這樣子 第一名 34號 可以注意一下 34號 第二名的話 第二名的話是21號 第三名是28號 那這個地方用什麼方式來做最快 這裡的話呢 會需要用到兩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是康義服 第二個函數是抗承 OK 這裡的話我想 各位先把題目稍微了解一下 等一下教各位 怎麼樣把這個地方很快的做出來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要把這個91年部分先算出來 這邊的話我們會需要用到 兩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就是 用叫做 插入函數裡面 有一個統計的 這個插入函數裡面的統計 統計裡面的話 你們找一下 有一個叫 count count就計算 count一幅 那count是算有幾個 if的話是算哪 如果條件是1的話 那我就把它算一個 所以如果你懂得用count一幅的話 很快可以算出來 怎麼做 首先的話第一個 那我習慣是先把這個91年 先把這個範圍先定義出來 什麼叫範圍 就是說開箱的號碼 從這邊一直到